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N2K最近特别做了一个45分钟的专题 走遍了7个国家 花了半年的时间在追寻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中国如何在军民合作之下 对于全世界网络的全面攻击 认知作战一个全面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一个手法 而这个文件他们叫做安巡文件 就是I-S-S-O-N 安巡文件 而这个安巡文件跟台湾密切相关 怎么讲呢 这个状况是原来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 台湾的一家资安公司 中小企业 突然之间在S-S-S-O-N 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一个URL 然后URL他们本来不以为意 就点了进去 吓了一跳 那里面竟然是中国如何在这10年之间 对全世界的网络进行渗透 Douch或者是认知作战的技术指导文件 中国如何在网络世界里面 就透过这样的手法渗透 害入 然后进行的认知作战的技术指导文件 然后他们呢 里面呢 目前呢 根据NH5K的报导 整个探查里面有577个点进去之后 里面有577个档案群 而这档案群里面都在过 讲的就是如何去渗透 如何去骇入 如何去钓鱼 如何去操作 而且有这个所谓的安巡 这是一个后来查出来是在四川 现在已经能去楼空的人头公司 里面的里面呢 所做的员工 一万六千桥对话 所以大家看了 所以大家看了探围官司 非常害怕 也因此呢 全世界的治安界 其实在这半年之间 针对这个安巡文件 都已经进行了跨国的调查 跨国的合作 所以日本呢 特别是跑到了捷克 跑到了美国 跑到了台湾 甚至也派人到了中国 然后法国 进行绵密的调查 HK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 这个安巡文件里面呢 首先呢 对台湾 我们真的觉得要非常小心 因为整个中国解放军对于台湾 一直是充满了高度兴趣的 里面577个档案柜里面 有关台湾的可能是交通 可能是护证或警证的系统 已经被害入 因为在那里面 竟然找到一个文件 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里面 绵密到台湾 所有地区的聚落 人口分布 以及附近的道路 大小 宽度 拥塞行车的状况 各种的交通的路途径 通通都在里面 那这恐怖在哪里 如果我要去第五重队 我要攻击哪个地方 我根本不需要 有在地的引路人 透过这个文件 解放军都知道 哪条路会塞 哪条路是小路 哪条路可以弯曲打进去 这个台湾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除此之外呢 里面呢 在那个员工的对话 总共有16000条里面 也点名了 台湾的在台北市南部 某个知名大学专门对于政治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非常有研究 还说这所大学的学校里面的资料 其实没什么用 但是这所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跳板机 他们透过渗入之后 泰入之后 其实还可以远单操控 去掌握到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单位 会去征询这些专家学者 所以征询这些专家学者 会透过网路进行沟通 所以又把这个绵密的网路给扩出去了 所以中科院 中研院 我们的国防研究所 里面的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管道 也透过这个害路 而把它扩散出去 而这扩散出去之后 到底我们有多少机密 已经被偷走了 这是非常恐怖的 然后呢 为什么会跑到各国关切呢 总共摄入的目前查到的这个跳板机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地球村里面的通年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Internet Internet可以跨越地域 所以包含连密 连捷克 连欧盟 通通透过这个管道 不断的被他们10年之内长期布线 不断的渗透进去 所以日本HK团队特别到了捷克 为什么到捷克呢 因为捷克的资安专家正在调查一件事情 2022年5月2号 也是根据这个安巡文件 竟然他们在里面的那577个档案夹里面 有一份是因为2022年5月27号 5月2号 欧盟要开会 决定要如何去因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知道2022年的2月24几号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 欧盟要决定如何去因应处理 俄罗斯的人员和电力的问题 他们要开欧盟的理事会 欧盟理事主席 他相关的电脑被害入了 里面事先幕僚准备的资料和通论的文件 也已经提前呈现 所以这样一个情报站 连欧洲都非常的恐怖 然后这个安巡文件 到底入侵了22国全世界 到底偷了多少资料 到底怎么来的 他只是 可能只是 目前所暴露的 中国骇入全世界 匪碟就在你手机里的四千分之一 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就开始去追究 从这些文件里面 很多电脑资安专家 跨国合作 包含加拿大 法国 美国 全部在 还有日本在合作 跟台湾在合作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从那些IP里面去 也去找了一些 那些IP里面的 可能的IP地址 很多地方都是空投公司 都是假的 最后在四川 找到了那家 所谓的安巡 安巡公司 那里面 从他们爬梳的跨国合作里面 找到了83个人 客人是跟安巡有关的员工 里面最主要的核心人物 一个叫S先生 他们定义 一个叫做Y先生 而S先生 当然就是主导者 Y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而且他们在继续的去追踪之后 Y先生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 在抱怨说 他有这么多的技术 可是这些技术 到底市场要用什么 谁要怎么用 能不能有更多的发挥 所以他们在2013年 台湾先生就跟 儿子先生 合作了 合作之后就开始进行了 这样的一个安巡的一个系统 而这系统里面 他已经不就是开始去学习 怎么去渗透进行认知作战 而2014年 他们得到了第一笔生意 那为什么讲到2014年特别重要呢 因为2014年是习近平正是在中国里面特别的强调 进习战的重要性 因为习近平特别强调 所以中国公安方面 还有中国的国安方面 军方方面 也毫不吝啬的拨出了大笔的一个预算 安巡目前根据NHK的专案调查 这个整个调查采访里面是说第一笔生意是来自于云南 一个月8万人民币 但是后面呢 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打信息战 所以特别的整个中国当时类似安巡这样的 爱顺这项公司至少4000家 而整个预算无限的扩充 里面的资料里面就呈现 光安巡拿到拉萨方面的公安 的系统6600万人民币 而这6600万只是一个拉萨的公安系统 那最早的时候 这个整个他们在做的是 内部的操控 内部的言论审查 然后这里面其实已经不是在教你什么是谁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这些陈述性的意见 它是技术文件 而里面他们去爬书 委托安巡做这些事的人 一半百分之五十几是公安 但是慢慢的军方介入 慢慢的整个国安单位介入 整个变化也开始出来 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文件里面 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 如何利用推特 当时还没改名叫X平台 利用推特进行一个言论上的一个作战 这个技术文件里面就提到了 开始首先他们就是对内进行监控 对内进行审查 在网路上开始进行这个 所谓的网路监管 接下来开始针对中国的异议人士 然后开始去创造相关异议人士的假账号 然后这个假账号里面 再透过这个假账号 是真是假 在这些人的社群关系里面 发表一些精心设计 引起猜忌互相攻击的文件 所以整个网路作战信息作战已经从监控 变成了分化 而接下来继续扩大的就开始 大概就是当美中对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所有文件里面都常出现一个字眼 这个字眼叫做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 在其中的一份577个档案夹里面的一份文件里面 特别讲的是一国安单位的要求 去做这个技术上的研究 而这认知作战就开始会发现 开始他们怎么样 透过他们的这个系统 在网路上在平台上 开始在整个资讯上进行一个操作 而这里面的操作里面 他们在这个NHK里面 举了两个实例 一个实例跟日本有关 一个实例跟台湾有关 先讲日本的 日本的是我们知道说日本的福岛的核废水 放出来之后 当然引起了国际上的很多的讨论 而国际上也认为说 这个辐射水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 跟中国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从安巡文件里面发现 有开始制作特别的一个动画 而这个动画里面 会回到2011年311地震的时候 说当时的辐射废水 与影响的范围 怎么透过太平洋洋流 侵扰到害怕 弄到全世界 那问题是 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动画 骇人新闻 但是全世界没有任何资料 佐证有那么严重 辐射的整个数据 也跟国际原子人总署的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 这世界上就是很多人相信阴谋论 很多人相信政府在骗人 广为流传 所以日本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对于安巡文件 特别的关注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慢慢的也从认知作战里面 也发现 他们越操作越熟 开始懂得去理解说 如何趋时互用 趋就是指虚灵世界 趋就是指实际上的社会操作 而这个社会操作里面 那是一个测试板 不是他们刻意的 那个测试板的用意是说 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 台湾是民主国家 当然对于政府 是不是要开放印度移工 有意见 有想法 所以安巡文件里面就看到说 特意的他们发现说 既然有人对于政府有个意见 想要去发表抗议 那他们试着来操作 如何来影响 所以从那个NHK的报告里面 去查了非常细部的 讲了去年的1203运动 1203运动发起的那些人 他们大概也不知道 原来有些人是站在他们的一个出自于他们自己中心价值里面操作的一个运用 所以先是在滴卡 滴卡上面开始刻意的把整个讯息大量的放进去 大概在两个小时到两天之间 透过滴卡 然后开始被转发到推特上 转发到脸书上 转发到其他的平台上面 大量的去用同样的字眼 同样的话语 不断的去诉求反对印度移工 对于印度移工 有很多在事实查核上并不存在的各种指控 可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资讯海 资讯流的一个冲击 都会让这场活动 基本上参与的人根本不知道 到底这个活动里面所得的资讯 几分真几分假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对他来讲 他们这并不是整个在操作上 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什么台湾的动荡 但是从这个安巡文件里面 NHK也发现 确确实实是有人力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 去改变一个地方 一个社会里面的意见分歧 和资讯纷老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特别的去提到 安巡文件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有很多时候 真正最恐怖的 最坚强的堡垒 是要从内部瓦解 我们过去的时候 当然知道说 对于整个解放军来讲 渡海攻击台湾 成本太大 成本太大 事实上那是整个倾国之力 加上整个台海又比整个 引起力海峡快两倍 真的能够进行他们所谓的 力线演习 洲际飞弹 真的能够完全的进入台湾吗 但是如果让台湾造成 长期的透过这种资讯认知作战 整个的内部意见的分老 而我们对于这样一个资讯作战 或什么的网路资讯的判读能力 如果我们没有一整套完整的系统 我们没有一整套 教会所有的乐听众 怎么样进行判读和判准的准则 或者是社会上或整个 有公信力的机构 没有去设立一个更严谨 而且更普为广泛 可以随时触及到的事实查核机构 那这个社会 如果透过你看到这么绵密 然后是有整个军民合作的 特定的专政集团 在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之下 那我们台湾社会 会不会因为不同的议题 不同的纷扰 都造成各种分杂 造成社会的一个分裂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 想象的共同体 大家觉得我们呢 有虽然有很多的意见是不同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不同的 但是整个国家的发展 整个核心的价值 是有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共同体 那如果能够现在 透过一个网络资讯 而且刻意的 甚至于是专程指导 用技术文件散布出去 给各种有心的力量 你们就照这样一个操作 去如何渗透到某一个单位 某一个单位里面 然后怎么用钓鱼的技巧 骗到了他的一个年纪 弱的人纪网络 而这个如何利用这样的人纪网络 去把这个进行骇客 进行骇客之后去入侵到 更严重的 更需要去注意的电脑机制 建资讯库 而这资料库里面 就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连台湾的道路 台湾的每个村庄 这个村镇是有300人 这个村镇215人 这个村镇外面的连外道路 总共有7条 哪三条会阻塞 哪三条没人走 这样的资讯统统统拿走 这都还是对于军事 对于台湾的民防 都是一个重大的危机 更严重的是 如果很多议题 出来之后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有正反的意见 但是这种不同的意见和正反的意见 透过刚刚讲的认知作战 刻意的虚实整合 刻意的透过这种平台系统 透过这样的技术文件 刻意的扩大 造成整个纷扰 造成了整个对立和不信任 那台湾还能万众一心吗 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 大家讲说 怎么现在关切的是美国大选 是柯文哲啊 为什么跳开来讲 因为我们要真的要刻意 非常的注意 匪谍已经不在 不只在你身边 在我们的资讯 在我们的整个通路上 当一个国家刻意为之的时候 我们要更严肃以对 也要做更多的准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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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